287集 周少景的心中既惶恐又不安 他不由地拉了城池的衣袖低声地道 石舅舅,您别生气了好不好啊 我让姐姐去说姐夫 姐夫向来都很听姐姐的话的 城池看着他,急得眼圈都红了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像是要被他抛弃的小猫似的心里一软 随后又是一紧 他这是怎么了 就算这袜子是给廖少棠做的又怎么样 少景的女红一向都好 初景对他又是一模一姐 他帮着周初景给廖少棠做几双袜子 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以后别再费这么大的功夫就是了 还在袜子上刺绣 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难道这就是别人说的嫉妒吗 他在嫉妒少棠对廖少棠比自己更好 可这也太可笑了 城池的心里有些乱 可在这些纷乱的背后 心里又像明镜似的 只怕他真的是在嫉妒了 他不由的把周少棠搂在怀里 亲着他的头顶道 我没有生气 你别怕 我见你做了这么多的袜子 那花纹又是如此的复杂 怕伤了你的眼睛 谁舅舅觉得这花纹太复杂了一些嘛 周少棠想到南平给他做的那些袜子 一下子就推开了城池道 您不喜欢那袜子上的花纹吗 他花了好多的心思才设计出来的 城池一下子就醒悟过来 少棠是给他做的袜子 没有出去玩 而是在家里给他做袜子呢 他想到那静异的浓荫 想到天一静晚的坐在浓荫里 坐着针线活的浴染 心里就像是发酵了似的 荡漾的全是柔情蜜意 他再一次紧紧的抱住了那个小人 少棠 我很喜欢 很喜欢 嘀喃的声音低哑唇厚的 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热热的气息缠绕在他的脖颈 他的心热腾腾的 身子酥酥麻麻的都要站不稳了 少棠 他喊着他的名字 突然就把他的耳垂 喊在了嘴里 声音也变得含糊起来 少棠 我的乖乖 邱少棠吓了一大跳 心发慌腿发软 抬手就去推城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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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支离破碎 如奶猫在叫 更是撩人心扉 城池生魂颠倒 李氏早就被丢到了嘎劳角落里去了 哪里舍得放手 一手 一手搂着他的腰 一手搂着他的背 恨不得把这身子镶嵌进去似的 喂上了他的唇 粉粉的唇 清凉柔软 小小的蛇温热细腻 唇齿之间的纠缠 如叠舞花间细细 一切的一切都让城池沉醉不已 也是第一次生出了放纵的情欲来 少棠 他一面吻着那个让他知道一次他的心思就会更爱一次的人 一面再吻他的间隙心甘情愿地哄着他道 我起了二十几天 天天都想着你 只盼着能快点回来 天气又热 身上都起了红疹子 冰片粉都不管用 你呢 想不想我 使舅舅又这样了 一点也不尊重他 周少锦泪盈于洁又羞又气 正想着这次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这样随意地对待自己 耳边却天生地传来 城池坐小伏地的声音 他心颤不已 连推开城池的力气都没有了 心里正懊恼着自己没有用 又听见了他为了赶回来 背上都起了红疹子 他是心痛不已 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种种不适 忙急声地问他 又被他趁机含住了他的舌 吸吹了半天 声音断断续续地 补成了腔调 哪里 哪里起了红疹子了 有没有找个大夫看看呢 城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嘴角翘了起来 他就知道 小丫头最最心痛的就是他了 他只要说哪里不舒服了 他就是再不喜欢 也会忍着让着他 也会顺着从着他 前世 城池那个混蛋 怎么就能把他逼到了那个份上 不过没有城池 小丫头只怕是重新投胎 也轮不到他了 想想这些 他对城池的怨气都大了很多 他继续地哄着他 我急着赶回来 想着回到京城 就能请大夫了 这么好的机会 不抓住 那就是傻瓜了 城池趁机 握着了他的手 把他的手 往他的衣衫里面引 你摸不看 那些红疹子 还没有消下去呢 不行 不行的 周少锦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 手缩成了拳指朵 尽管是心慌意乱 可隔着薄薄的下山 他还是感受到了 他身体的柔韧和结实 这让周少锦的脸更红了 觉得脸上蜡热的 让他的眼泪都被蒸了出来 城池只是想让周少锦 渐渐地习惯他们的亲热 自然不会真让周少锦去摸他 何况他不过赶路的第一天 懒得戴凉帽 被晒得手背上有些红 根本就没有出疹子 周少锦这么一摸 岂不是要露了馅呢 他放了手 周少锦松了口气 城池感觉到他的身子 都比刚才松懈了很多 他却顺势从他的半壁侧紧 伸了进去 周少锦贪图凉快 又是在自己的家里 多多外面只穿了一件 银条纱的小衫 套了一件半壁 轻而易举的 就被城池摸了进来 你 周少锦反手去捉城池的手 泪珠都快要挂在 翘长的睫毛上了 向陈池的露珠 金银提讨 城池爱怜地吻着那泪珠 闲闲地 凉凉地滑落在了他的心里 乖乖 跟我亲亲 他的手从腰间摸索着向上 抚着他光洁如暖月的背 亲了他的舌 陈天 朱少锦修得不行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城池的手好像带着火 让他的身体热腾腾的 血液都跟着在翻滚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喷勃而出似的 这陌生的感觉让他害怕 石舅舅 您别这样 别这样 他哀哀地求着饶 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好 石舅舅向来不管他会说些什么 他只会自顾自地按着他觉得对他好的事行事 朱少锦虽然这样的哀求着 却并没有觉得城池会照着他的话行事 不过是无望之下的侥幸罢了 可他一求他 他就会这么干净利落地把手从他的衣机里抽了出来 朱少锦一冷 城池已笑着着了他的耳垂 暧昧得到 那我还是亲少锦的耳朵好了 言下之意 颇有一些周少锦很喜欢他亲他的耳垂似的 周少锦呆着了片刻 清雅金贵的池舅舅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耳朵被城池整个喊在的嘴里 四周的声音都变得不那么真实了 周少锦推扫着他 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流氓来 城池吻着他的鬓角 滴滴地笑 溺哀地道着 傻瓜 吃舅舅遇到你才会这样 你可曾瞧见我多看其他女人一眼 还真是没有 包括美艳的吉营 周少锦的心 刹那之间被柔情填得满满的 快要溢了出来 她的身体更软了 这次 城池豪整以暇地 细细地吻着她 温柔 缠绵 潜绵 如针似宝地吻着她 周少锦闭上了眼睛 像踏进虚无的空间 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只有城池有力的臂膀 时而轻柔 时而霸道的亲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陡然之间身子一凉 她发现城池放开了她 她 不吻她了吗 周少锦呆呆地望着城池 她不知道自己那茫茫懂懂的 若有所思是多么的诱人 城池哑然失笑 在她的耳边含笑的道 有人进来了 周少锦一时之间 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城池笑着 帮着她整理着衣巾和头发 她这才反应过来 啊 她小声地惊呼 城池已经把她抱到了炕上做好 帘子外面 传来樊流氏恭敬的声音 四老爷呀 厨房里煮了下火的绿豆汤 用冰镇过了的 我端了些过来 城池看了满脸红润 像朵盛开的春花般 娇柔无力的周少锦 帘子在没有谁允许的情况之下 就被撩了开来 樊流氏端着红漆苗巾的海棠花托盘走了进来 她的身后还跟着神色略带着几分焦虑的商嬷嬷 当商嬷嬷看到城池和周少锦 一左一右地坐在临窗的大炕上 周少锦虽然脸红得厉害 身段柔软地靠在大影枕上 可是城池却是神色温和 风轻云淡般地拿着那些袜子 再仔细地打凉着 她还是忍不住 透了一口气 城池心不在焉地 接过绿豆汤 从她这里望过去 周少锦的脖子都是粉红色的 她想 难怪那首歪诗上写着 一朝雨露成恩后退落青瓷 魅入骨 可见还是有点道理的 她让人安排一个时机 把城池和城正陷害城池的把柄给了袁氏 袁氏果然就闹腾了起来 她原先还想着这件事得慢慢来 现在却是想早点抱得美人归了 还是给袁氏加把柴好了 城池在心里琢磨着这件事 樊流氏却是松了一口气 四老爷进门就往内宅里来 就像这是他的宅子似的 先生沙嬷嬷等人 看着像是没有看见似的 当然 沙嬷嬷曾经是服侍四老爷的人 四老爷想怎么样 他怎么敢拦着呢 还好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厨房里煮着的绿豆汤 如今周少锦虽然是神色有异 但好歹是安然无恙地坐在他的面前 这让他不由地暗暗清醒 忍不住他 四老爷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今天是端午节 我们家太太和二小姐这两天都包了很多的粽子 我端几个进来给四老爷尝尝吧 他不放心让周少锦和城池单独地在一起 城池是何等聪明的人 如何是看不出来 周少锦向来敏感 心里怎么会不明白 一个人依然点头 心里却是苦笑不已 一个抿了嘴笑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城池趁着樊流氏 去吩咐小丫鬟端了粽子进来的空档 朝着周少锦抬着梅低声的脑 哎哟 你敢笑话我吗 看我等会儿怎么收拾你 周少锦莫名的就想到了刚才的粉 他的脸砰的一下又变得通火 樊流氏转身进来 看见周少锦这样 不免有些奇怪 四老爷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做 怎么二小姐突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不解的摇头 周少锦哪里敢露出异色来 又想着那粽子是糯米做的 吃多了也不太好 又想着城池这几天日夜兼程 路上肯定吃的全是干粮 扎一回来却不适应吃的太饱太油腻 这才发现自己只顾着高兴去了 连城池的嚼用都没有问一声 他的神色之间就平添了些许的愧色 吃舅舅 您用过的早晒没有啊 要不要吃点去歇了 城池还只是天刚刚亮的时候 吃了半个面饼 喝了一点水 他一心一意的想赶回来 陪着周少锦过端午节 回来匆匆梳洗了一番就来看周少锦了 连口水也没顾得喝 好像也不饿 周少锦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他恐怕只是在路上吃了一点干粮 忙起身亲手给城池沾了杯茶 懒然的道 您先坐一会儿 垫垫肚子 我这就去厨房里头看一看 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若是没有 我就随意安排了 城池哪里舍得 他围着自己忙前忙后 忙道 我又不挑食 你让丫鬟婆子去早上看看 有什么端息过来就行了 天气这么热 你出门干什么呀 好生生的做好了 等会儿再陪我吃点 周少锦不放心 执意要去厨房 城池就朝着樊流氏使的一个眼色 示意他去厨房看一看 然后对周少锦道 你且做好了 有人要来给你磕头请安 周少锦哑然道 啊 是谁呀 他认识的人不多 更别说是给他磕头请安的了 城池不告诉他 让他和他去了雁锡市 周少锦兴志勃勃 和城池在雁锡市临床的大炕前坐下来 樊流氏则去了厨房 城池高声地喊了一声 郎月 帘子一撩 一个穿着碧绿色半壁 白色杭丑礼衣 梳着富人元气的女子走了进来 二表小姐 她恭敬地给周少锦磕头 容长脸柳叶眉 笑容温和 举止端庄 啊 碧玉 周少锦又惊又喜 一下子从炕上跳了下来 没等他再次弯腰 以一把把他拉住了 兴奋地倒 你 你怎么来了 你还好吗 他上下打量着碧玉 既然嫁了人 就应该在家里相夫轿子才是 千里迢迢地来见他 难道是他的女婿不成器吗 可看这样子又是不像 碧玉不仅气色红润 而且相比在寒碧山房 做大丫鬟的时候 还多了一份因岁月安好 而沉淀出来的淡定和从容 周少锦更困惑了 碧玉顺势而起 飞快地缩了一眼城池 这才笑道 我嫁的是成家外院的一个小管事 四老爷呀 见他还算是老实忠厚 做事呢 也沉稳踏实 正巧京城朝阳门那边的宅子 重新修缮了一番 缺人手 四老爷呀 就把我们家的那位要了过来 如今呢 在朝阳门宅子那边 管着日常的采买 我呀 也就跟着来的京城 四老爷让我负责内院的事务 以后我和我们家那口子呀 就在朝阳门那边的大宅里都当职了 郭老夫人的几个大丫鬟里 她和碧玉的关系是最好 其次就是珍珠了 周少锦见到碧玉 颇有一些他乡育人的欣喜 这可真好 他吩咐了小丫鬟 给碧玉端了一个小屋子进来 转头又和碧玉说起话来 你以后就可以尝到我这边走动了 碧玉笑着点头道 四老爷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呀 今天特意的带了奴婢来认认门 小丫鬟端了一个小屋子 放在了周少锦的身边 周少锦指了指 让她坐着说话 碧玉再三推迟 见城池朝着她微微喊手 她略微思寸了片刻 这才半坐在了小屋子上 周少锦就和她说着话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京城啊 可曾习惯了 金珠和玛瑙怎么样了 我有些日子没有看见他们了 你和翡翠嫁了 老夫人身边可曾添了服饰的人 是谁呀 我可认识 碧玉光声地一一回答 四老爷回去的第二天 就向老夫人呢 要了我们夫妻了 我们当天晚上就收拾了东西 起了城 只是四老爷在金陵海有事 隔了几天才启程的 但是四老爷走得快 我们走得慢 我们今天早上和四老爷一起进的城 听说京城的冬天很冷 我呀还没有见识过 不过现在的天气 却是比金陵凉快 我觉得挺好的 我和翡翠出府之后 珍珠和玛瑙接了从前 我和翡翠管的事 原来的二等丫鬟 紫檀和陈香 顶了珍珠和玛瑙的拆事 又选了几个小丫鬟进来 紫檀和陈香 周少锦有印象 两个小姑娘都长得很漂亮 见人总是一副笑脸 十分的可亲 周少锦就和碧玉聊起家常来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再一集